多谢大家收看Man哥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陆发展 再创一片天空 多谢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终于做完香港里面的工作 明天就会回到内地 第一站我会去成都 你看到我们的航班真的没试过 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机场 每天吞吐量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但是现在看到航班的机数加起来都没有十班 去的国家都只有几个 成都有两班机 都是马尼拉、新加坡都只有几班机 现在这个中数看到这些数字 都挺惊吓和挺客人的 我们就看看机场这个状况 因为接下来有两班机去马尼拉 所以有些引尼工人就会在 可能香港最多就是菲律宾和印尼工人 所以占的数量是很多的 所以他们打工 打完工都照样会回去的 整个机场你看到 都是人烟稀小 你看看后面那里 真是人都没有一只 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 就是我们后面的国泰航空公司 因为这个疫情 之前黑暴疫情下 国泰航班已经少之又少了 我们看到现在是完全没有开 另外有个附属公司 叫港龙 港龙因为黑暴事件 令到他亏太多钱了 连整间港龙的航空公司 都会收拾 还要收拾 先人要从香港回到内地 就要早点在机场这里 早五个小时 不多于八个小时 先做一转核酸检测 这个核酸检测很快 我们三个小时内已经有报告了 有报告之后 就要出事给航空公司 才可以登机到 登记到 真的可以上到飞机 今天十点钟 我就坐身后这辆国泰的飞机 就会去成都了 你看看我们香港机场 是差不多全球最大的机场 其中之一 师兄曾经都在这个机场那里做过的 你看到下面有人 拿着一些车车 运货的那些 师兄都曾经在这里考过过车牌 还有运行李到飞机上 说不说不知其实也很辛苦 去到这些地方 全部都有我们个别的禁区制 还有要有一些专门的人士 才可以在机场里面做到工作 Hello 大家好 又是师兄明哥 很开心 终于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 昨天经过了一轮 在香港机场 去到成都的机场 经过一系列的入境 检测当中 很顺利现在就来到我们成都 它是龙之梦酒店 想说一下我们过程中 遇到的不同的问题 经过的 怎样才能过来 可能有些人回来内地会隔离 有些人会过来四川这边 成都这边也会有点兴趣 我们在香港的机场里面 临上机之前 六至八个小时 要做一个核酸检测的 在机场里面 是免费的 香港政府机场里面 安排了给我们做 我们完成了检测 三两三个小时 会即时出到报告 在上机前 出到阴性的结果 我们才可以上到飞机 很顺利 我们大约12点起飞 12点到两点半左右 就来到成都 在机场上 在成都要等一会 等当地成都里面 机场的管理人员 穿了整套防护衣 来接我们 去一个后机居 坐完一个巴士 去到一个等候区 就是等候做海关的检测 我们要有海关码 在里面填了海关的申报 当然申报自己 以往有没有病症 例如中过新冠肺炎 或者其他重大隐性隐患的疾病 例如精神病 或者是癌症 各方面之类 如果填了所有东西 都是没有的 都是可以正确的 一路排队排队 入了个码 经过了海关 检测了之后 就入境了 那就很顺利了 入境了之后 就会和你做一个核酸检测 又是都会安排 在每个不同的房间里面 做一个核酸检测 而今次给我们 即是在深圳 在广州 在珠海 甚至乎在香港的检测 这个检测是很严谨的 严谨的程度 就是将检测板 伸到真是喉咙定那里 整个大半支检测板都会进去 说师兄见到前面那位香港的朋友 痛到喊都喊都喊救命 因为真的没试过 我们在香港或者是广州 或者是深圳都没试过 是进入得这么厉害 我都很配合 完全恶高的头 恶到45度角 直入下去 开始有点不舒服 它有10秒钟 但要在里面等候10秒钟 但检测完了之后 都很顺利 接着过完 最后他登记完了 我们所有资料 就安排了一些专车 接送我们去成都的龙之梦酒店 这间酒店整个环境都不错 都挺好的 稍后我们第一条片再拍给大家看 Hello 昨天讲到 师兄就回来内地 去了四川的成都 过完关之后 就由当地安排一辆旅游巴 去到四川成都的龙之梦酒店 一落到车 酒店的医护人员 检疫人员 就把我们所有行李 噴上消毒药水 就立刻给了两个 M95的口罩给我们 去用 房间也不错 这间酒店据说也有五星级 评价各方面 看到很多留言 都是非常好的 我想带大家参观一下 我们的酒店 首先是厕所 很豪华 装潢得非常夸张 你们看到 它会有洗衣液 提供很贴心的 另外 厕所就有分 棋缸和浴缸 可以浸浴 另外 它会有很多水提供给我们 都是免费 之后 大家会看到 它有一些早餐 这个是免费给你们食用的 这个是早餐来的 另外 看到 地方都很骨子 床很漂亮 这里就要隔离14天的酒店隔离 当中 因为真的有点不幸 我们同基当中 就有4个 确诊了新冠肺炎 所以本来 我们是在入了酒店之后 第4天、第7天、第10天、第14天 需要做检测 现在 每天都需要做检测 现在由第一天 可能做到第14天 每天都要做检测 这个检测 当然也要看看当地的配套和设施 今天也出了一张纸 告诉我们 如果过完14天 如果要回去 四川境内的地方 要提供一个 四川境内的地方 就要提供一个七天隔离 如果境外 即是离开四川省 好像我们 并在广东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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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个地方 可以做七天的家居隔离 你要联络当地的政府部门、街道委、办事署的人 我们今天都已经通知了 到时再买机票 再回去广州那边 再隔离7天 听闻现在广州那边都正在发布 也有几宗 都正在做核酸检测 希望过完这些十几天之后 到处疫情都尽快好回来 那才是市区正能量